好 現在台股非常熱門 成交量很大 迎來地下期貨集團把台紙期 作為投注的標的 以做多或做空 漲或跌一點 計價200元的輸贏 每次下單收100到150元 作為手續費 所以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調查 見時機成熟 到台中還有新北多處發動搜索 逮捕20人 清查發現主頭吸收菜籃族 幫忙收住 不法獲利高達3000萬元 見時機成熟 遠景拔腿衝上樓 指導江姓祖頭藏身處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江姓祖頭 他以台紙期為投注標的 以做多或做空 漲跌一點計價200元輸贏 每次下單收取100到150元 做手續費 謀取不法利益 從一百零九年經營到今年 不法獲利高達三千萬元 這輛高級進口休旅車是另一名王姓祖頭 所有 警方查出各祖頭之間互相串聯 擴大賭盤 讓賭客下注 為了躲避警方查契 賭客下注的簽單等資料 也都固定進火爐燒毀 警方接獲檢舉後收證 見時機成熟到臺中臺北多處搜索 一舉逮捕二十人 依賭博等罪移送法辦 記者中部眾部報導